这次六级地震 发生在星期天凌晨黎明前 人们跑出房屋 商店货架上的物品纷纷落地 地震只持续了大约20秒 但是非常非常吓人 地震的震中 在旧金山以北大约50公里处 地震造成的破坏 主要发生在加州北部 风景如画的葡萄酒产区 纳帕城周围地区 有一百多人受伤 一些建筑物受损 有些房屋因煤气管道破裂 而起火坍塌 水电煤气管道都被切断 一些居民失去了家园 这位妇女就是其中一位 现时爆炸 然后起火燃烧 所有的人都跑到街上 我无法回到房子里了 专家警告说 预计本星期可能发生70次余震 星期天的地震 是旧金山湾区 自1989年发生 6.9级地震以来最大的一次 有62人在那次地震中丧生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